到城亚丁,这里有仙奈日,夏诺多吉,杨娜永三座神山,这里有郁郁葱葱的森林,这里有辽阔的草店,这里有湛蓝通透的孩子,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, 没得让你流离浪返,除了秋天的五彩斑斓,夏季的道城也值得移去,海螺沟,没有哪里的冰川,比这里更易到达且更壮观了,海拔只有2850米的海螺沟,有着国内目前最高的大冰腹部,高达1080米,宽从0.5到1100米,经营的现代冰川,从高近的珊瑚扑现而下,巨大的冰洞,险近的冰桥, 仿佛是神话中的水晶宫,贡嘎雪山,有着蜀山之王称号的购拔,海拔达7556米,是四川最高的山峰,无论是登陵西上,还是远远观之,它的美度会让你觉得震撼,如果你想登上去,那夏季无疑是最佳的季节, 这段时间既有较高的温度,又无太大的雨量,但建议还是量力而行,色达五名佛学院,在海拔4000米的重重群山环绕之中,不计其数的叫红色小木屋,密密麻麻呆满了周围的山坡,延连无数,一眼包不到头,这里就是色达喇荣寺,五名佛学院, 这些红色小木屋,是一万多名僧侣的住所,这些住所以博学院的大金堂为中心,层层向外延伸,形成了这旷世奇景,丹巴美人谷,这是一个古老的嘉荣藏族剧之区,墨尔多山是嘉荣藏区最著名的神山,神山周围被65座山峰环绕,续立多姿的景色美不胜,收,在这片美丽的地方,嘉荣藏族人民用他们的智慧,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名剧,藏寨,也就是雕楼寨坊,这些藏寨衣衫就是,错落有致的,融于自然环境中,木格措,原始森林,雪峰深山,高原湖泊,构成了木格措秀丽多彩的美景,夏季是最适合前往的季节,此时的气温只有15摄氏度左右,温度适宜,但夜来记得保暖,木格措又名野人海, 湖水清澈,四周被春山,森林,草原环抱,周围还有几十个小孩子围绕着,风景很美,新都桥,这是一片如诗如画的世外桃园,是令人省望的摄影天堂, 穿西的平原风光,在这里美丽的绽放,这里的美景无以言表,虽然晚秋的新都桥,色彩是最艳丽的时候,但夏季的新都桥,满眼的绿色也是极美的享受, 大公草原,海拔3730米的高原地带,川岗公路穿进而过,这里是甘思最美的草原,河流,森林,山西,残房,寺庙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, 大公草原之所以出名,与草原上的大公寺也有关系,这是撒家派华教寺庙,寺庙建筑宏伟伟众,